无论上升还是太阳狮子座农历四月 你做任何的事 尤其是我最后讲的关于经商、创业那些东西 当略有小成的时候 拜托不要偷懒 不要这么快尖尖自喜 永远都要记住归兔赛跑的故事 为什么兔子最后失去了呢 这个世界不进则退 还有最严重的话不单止是退 你可以没有之前一路辛苦经营得来的成果 所以你任何做的project 或者尤其是我最后讲的经商创业 又或者是康复治疗的过程 如果一路有个病 现在就好像有些成果了 有些希望了 拜托成性追击 继继继继续去吃药 继继续听医生说话 务求要将这个病 是彻底断尾 不要等到它 即是将来时固体服务 还有呢 不要喝不到口 拜托 你可能觉得 哎呀 现在好了一点点了 我又吃东西了 我又不知道做什么坏东西 可以 你肯定死眼 还有 如果 任何你又是在做的事 它是一个比较有竞赛性质的 有一些敌人的话呢 千万千万不要对他手软 呃 特别是 如果你们现在去到一个阶段 你是 佔了一点点上风的话呢 那你要 去击击他了 记住 因为对日别人仁慈呢 就是对自己残忍 他日他一个反逝的话呢 你绝对是可以八九八的 所以记住 同我杀了他啊 最后 这个农历事业呢 对狮子座的朋友 是大利 经商创业 为什么呢 因为 你们会得到一些贷款啦 或者是一些税务的减免啊 一些什么的优惠啊 一些 呃 援助金啊 一些基金的帮助啦 是的 所以呢 呃 会有很多这些这样的外力啊 这些这样的 嗯 investment 是 呃 给你去 搞生意的 OK 还有很开心的呢 就是 你的伴侣 的态度呢 终于 软化了 那呃 甚至去到一个 他可能呢 他可能呢 都肯 去提供一个 有限度的 金钱资助的 所以如果他之前一直在 潑你冷水啊 叫你不要搞生意啊 blablabla 呢 他 今后 这个农历事业呢 就会有一个小小的 转念头 还有都真是 会 呃 太难当帮你少少的 不过啦 你 again 麻烦又不要这么快开心住 你仍然都是要加紧努力呢 去 呃 但是呢 都算是在原学界里面 比较unique 的 首先我不是透过 carterma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师的一己之力 去讲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时我讲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嘛 或者是根据别人的那些盘 去算他的命的嘛 而第二 虽然坊间都真的有尖精师 是会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呢 他们是根据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强调 星星是有自己运行轨迹 我们不应该被人为的力法去影响 所以我才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时间会做十五晚月 但是今天开始呢 我就决定了 为了令我的这个星运是更加之特别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给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说呢 在我弄了星运那些影片之后 provided 我有时间 我就会在看恒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恒星银行那个恒星 但是又要记住 其实因为恒星的角度是触得很紧的 它就未必每一个月 就会对每一个星座造成影响 所以有还是没有呢 就会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给大家去法国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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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